平川说炼竞 天天两不说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由令对抗莫 希望大家喜欢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是LR最后的避难所 出身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兽足选手LYN令 目前韩国的第一兽人 非常的强 好 看一下他的对手 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右上角 红色的暗夜精灵选手莫 韩国第一暗夜精灵 也是世界第一暗夜精灵 实力不用多说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兽足这边首发的是剑圣 我们看一下这边莫 莫选择的是KOTY 双方的英雄选择还是比较的常规 本场比赛取自于ESL 亚洲区总决赛的小组赛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好像是昨天刚刚打完 总决赛刚刚打完 好 看一下这是双方的一场小组赛 一上来的话 莫洪派了一个小精灵过来侦察 受人小精灵侦察之后再造这个商店 还有一点迷惑性 这边派了一个小苦工过去侦察一下 看一下莫洪第一个点选择哪里 好 莫洪选择练一下自己的333 暗夜的炼击速度真的非常快 英雄一出来直接拿宝就行 KOTY一技能生的还是小数人 不是这个不是缠绕 那是小数人 剑射一上来 PP卖掉买了一个头环 过来看看能不能抓到暗夜炼击 暗夜炼完这个点会继续炼吗 过来先把这个小苦工给处理一下 小苦工处理完 也要练这不是小鱼来吗 还是练这个432 刚好剑射在练这个432 看能不能强调 这么的操作非常厉害了吧 这最后一刀居然被KOG给拿下了 好 装备的话剑射拿到是一个紫药水 这KOG关键升到了二级 二级KOG有缠绕 这缠绕的话一缠绕一个小苦工啊 好 看一下KOG过来看一眼 那剑射这一步还得抓对方练级 不能让对方再练下去了 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科技情况 哎 莫还没有升本吗 好 莫直接放下了一个生命之术 那是一个开矿的打法 剑射追了半天追不到 还是再继续练一下这个432 刚才这个432被对方给抢了 很伤 剑射打了三分半 零经验啊 终于可以拿一点经验了 这一个装备拿了一个幻象权杖 剑射 剑射赶紧过来救一下自己的大技 显得KOG有两技 缠绕一个大技 再输出一下 两个缠绕 估计可以解决这个大技 剑射看看要不过来反补一下 好 剑射反补成功 这边女猎手出了一个A 看一下令神拍一个幻象去能不能侦查到这个疯狂 哇 这么打得非常的飘逸啊 前期各种跟你说把秦王闹住 然后把疯狂给放下来 我们看一下科技情况 兽足的话本身了三分之二 暗夜精灵暂时还没有身本 暗夜精灵前期的话 要造足够多的这个女猎手和AC 剑射 剑射 这边的幻象卷剑 勾引一下这个石头来 看能不能把这个生命之术给打掉 哦 这还勾两波怪过来 哇 双方真的是顶尖选手啊 斗智斗勇 勾了两波 然后莫尔这边先亲自解决这一波 另外一波 哎 这个生命之术还真要打掉了吗 那莫尔这一局很亏啊 哎 关键时刻剑射有点扛不住了 这边有一个侦察的鸟在这里 然后剑射再回来再砍两刀 呜 自立神这一波打得非常的帅 前期勾两波兵 然后自己硬A 直接把莫尔这个快造好的 给生命之术给A出去了 这一波莫尔很伤 这边二本才开始生 那兽足二本已经生好了 莫尔本在打算是前期把分框开好 再生个本 这没想到投资了那么多资源 分框没有造好 好 这个幻象 幻象又来勾这个石头人过来 哇 又来洒扰了这暗夜练级 好 剑射 剑射也练一下自己的这个雇佣兵 剑射虽然说等级不高 但是干的事可是有点多 小精灵也第一时间 挣扎到了一个剑射的一个走向 我们看一下 小Y 兽足二发一个小Y 现在再继续练级 剑射前期等级有点低 现在开始猛练 终于莫尔终于有时间练自己的分框 练着练着直接放下自己的生命之术 看一下科技情况的话 本身了一半左右 这边莫尔这一局开局非常的崩 本来KOG到二级 抢了一个怪 没想到自己这个生命之术 还是被剑射给打退了 小Y直接打了个法师长袍 虽然说小Y是一个敏捷型的英雄 但是这个法师长袍加六智力 挺开心 直接母法师提高了非常的多 KOG快到三级了 两头环 一剑射又过来 这一波剑射又要硬砍吗 能砍掉吗 这一波要是生命之术再被打退 莫简直就是天崩地裂 KOG抓一下对方练级 但是对方已经练完了 现在对方有一个黄皮 所以说这个缠绕也不太耳用 对方会第一时间进化 而且萨曼也已经出来了 那KOG前期这个强势阶段 基本上过去了呀 三个女类时候还在守着自己的分框 KOG小心啊 不要被对方一个妖术反被围杀 就有点难受了 好 莫二本生好 发了一个炼金 现在炼金配女类 可以来一波压制 小Y继续双线练 我们看一下 这边炼了一个加三的一个戒指 三个女类手 跟着剑圣啊 简直不舍 反正不能让剑圣去自己的分框搞事 剑圣啊各种绕 秦王绕住又想绕过来 另外一边某双线啊 双英雄带一个AC 带一个女类手来受阻架 来开始搞事了 但是小Y在家 目前不太好行动 剑圣另外一边也一直在找机会 哇 双方确实斗智斗勇 好 健身继续啊 健身说我砍不了你的生命之术 但是我可以把你的矿盖子给打掉 这一局健身为自己争取了非常多的时间 小Y想继续练一下 练完这一波小Y直接到三 三级小Y这二级 二级十报打女猎手非常的占便宜 这局莫很危险了呀 剑圣 追着KOG来砍 KOG拿他真是没什么办法 好 现在双线练一下 练一波这波雇佣兵 看一下六级石头能 能不能垫有一个神砖出来 健身买了一个裙补 为团战做好准备了呀 小Y一到三就可以开团了 好看一下这边 暗夜的炼金打了一个力量腰带 KOG终于到了三级 小精灵拉过来 斜防一下 兽足要发起冲锋了 三级小Y二级剑圣 这一波进攻非常强势 尤其是三级小Y二级蛇棒 我们看一下莫这个阵型 分框分框终于开始运营了 但是资源还没有回收出来 这一波看看 今天地气鬼神这一波团战谁能赢 好三满直接进化 然后小Y小Y蛇棒继续往前插 现在暗夜精灵要往后拉扯一下 不能在对方蛇棒的攻击范围之内 这蛇棒输出太高了 目前暗夜这个部队非常非常的少 正面不太好打 只能靠这个刘孙 偷偷破了对方身上消耗一下血量 AC然后把蛇棒慢慢点完 现在蛇棒处理完之后 暗夜可以找机会来一波进攻 兽足直接想砍基地 小精灵第一时间拉出来修了一下 哎呀 一个女烈手又被对方给进化了 好 小精灵过来抱一下 抱一下对方的萨满 限制一下对方 剑身贴着这个电盾就往后冲啊 AC非常怕这样的剑身 好 剑身一个缠绕 诶 剑身吃了一个药膏 差点面描 呜呦 小Y再一口奶 这二级剑身也扛不住对方这个急火啊 现在暗夜精灵继续在补AC补女烈 主要还是补这个AC 因为这个蛇棒有点猛 打蛇棒还得靠AC 女烈手打蛇棒非常吃亏 好 炼金术士A 炼金术士这个位置不太好 往后拉扯一下 呜呦 这没有前排啊 前排稍微有点扛不住 感觉女烈手还是要出一点才行 这大技和剑身直接突演 AC AC完全扛不住 好 这一波剑身位置再拉扯一下 炼金 炼金流酸泼出气 呜呦 KOG KOG走位小心一点 这边继续开始补女烈了 确实没有前排有点难打 现在补女烈 然后大树站起来协防一下 呜呦 这瘦组这个部队太多了 AC完全防不住 现在健身升到了三级 女烈手继续补过来 好 瘦组目前状态有点差 稍微回防一下 调整一下阵型补给一下 暗夜的话分框开得很开心 再补了一个战争股数 同时 瘦组也偷偷把自己的分框给开了出来 这一局磨非常的劣势 我们看一下磨能不能破这个局 这样打下去的话 感觉劣势会越来越大 本以为自己分框偷起来 可以慢慢通过经济和对方打 但是 瘦组这边也把分框开起来 而且人家分框还造了一个践塔 是吧 非常稳 这一波磨磨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好 升了一个自然祝福 自然祝福一生 感觉后面可以搞点事 看一下收阻这边还是二本 没有升三本 分框农民已经差不多了 可以正式运营 然后这边继续练一下 小Y四级 剑胜三级 又打了一个头环 很开心 磨磨这边源源不断了 帮小树人过来侦叉和骚扰 好 磨磨练一下自己的这个地精实验室 打一个什么装备 诶 打一个出一封五 两个炸弹来 我们看一下这一局 磨又要开始秀炸弹了呀 巨大劣势 炸弹来往往能够起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 兽足这边在练这个大典 七级黑胖子看一下 七级黑胖子 出了一个战骨光环 战骨光环刚好会跟科多重合一下 好 炼精神上有一个保存 这边KOG已经提前到位了 等一下炼精 诶 这这这这这 哎呦 这两个炸弹人被这边的怪给挤火了 赶紧再拉扯一下 你看看双线了呀 这边大部队进攻别人的主框 然后偷偷的弄自己的炸弹来 去进攻别人的分框 哇 这个炸弹很伤啊 掉的血非常的多 现在仅剩十滴血 好 这一波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女烈手掩护一下 女烈手掩护一下 哎 有一个炸弹 哎 两个炸弹 然后挤火一下 哎 这一波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疯狂给拆掉 好 KOG升到了四级 这边农民一直在修 哇 硬拆硬拆硬拆 拆掉了 好 莫王交了一个TP 关键时刻 女烈手隐身 保一下命 哦呦 巨大劣势的情况下 莫王开始找到了机会 把对方这分框 用两个炸弹人给炸掉大半部血 然后再一冲 看不见这有两个女烈 现在分框处理完 暗夜精灵目前是双框 打对方的单框 感觉有机会啊 分框有两颗战争古术 继续出这个AC女烈 好 兽足感觉要 兽足感觉要用力进攻了呀 这一波分框好像有点不保 我们看一下莫王怎么选择 哎 莫王选择去打兽人的主框 这不会把别人的主框也A掉吧 那这样一波我直接 把兽足两个框给拆掉 那打得有点秀啊 好 女烈手站好位置 开始A基地了 剑圣 剑圣带着自己的这个狼旗 哇 狼旗拆建筑 非常的快 剑圣 各种跳屁 杀A 杀这边的小精灵 莫王这边 集火所有部队 开始集火对方的二级大本 哎 这边好像还真能拆掉 另外一边小Y带着大部队回防 哇 小Y马上要升到五级了 带着大部队回防 我们看一下KOG身上是有TP的 好 这一波莫王巨大烈士 连番对方两个基地 这一波打完的话莫感觉要赢吗 好 莫的分框也被拆 那现在看一下 哦 现在兽足直接叫杀了呀 这波莫没有出去 哎呦 本来想继续跑一下 那这一波直接堵在家门口 看看能不能这一波莫王要是能赢 那后续的话就能赢了啊 这一波能赢就能赢 这一波不赢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看一下目前兽足没有资源 没有资源 对于兽足来说这是最后一波 莫王看看能不能扛住 哎呦 现在是白天啊 井水也不多 有点难扛 我们看一下小Y已经五级了 小Y五级三级时报一差 好 把健身给吹起来 限制一下健身的输出 哎 炼金 炼金的位置不太好 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哎呦 被狼奇给网住了 好 无敌顶起来 这边再一次把健身给吹起来 哇 莫莫现在的状态不好呀 没有什么群补 后续部队只能往后拉扯 哎呦 三级炼金被杀 这边只有一个战争鼓术 健身四级了 健身四级 然后顶起这个电队往前冲 有KOGKOGKOG也没什么保命道具 一直步步逼近 只能各种往里面龟缩 但是里面也没紧水了呀 哎呦 喂 这一波莫绝大的 非常大的劣势 连拆对方两个基地 本以为要赢啊 没想到凌晨抓住机会 直接一波叫杀 好 我们恭喜LYN令 这一局打得非常的果断 喜欢这期比赛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